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形成了一个权派 它渗透了梁山好汉气魄 山东大汉气派 中华民族气质 融入了全种原发祥地 流传地 流入地的文化 特别是受黄河文化 运河文化 道教文化 齐鲁文化 和水浒文化的熏陶与滋养 形成了独特的技法和文化内涵 梁山梅花拳的学术定位是 一 它是传统梅花拳的主要分支 二 它是当今中国梅花拳传承发展的领军力量 三 它的传入是中华武术四大门派之一的梁山武术 作为独立门派和完整体系的真正起源 四 它是当今梁山武术最大的一个权种 1738年 梅权师祖顺德府平乡东田庄人士王法胜至梁山 传授梅权文理大法至今传承九代代代名人辈出 升危大振 在义和团运动 辛亥革命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都留下了历代梅花拳师的高超武功和薄薄英姿 梁山梅花拳不是对传统梅花拳的简单传承 而是对它的发展与升华 梁山梅花拳多次走出国门 参加国际文化交流和国家级武术大赛并获奖 在齐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中华武术 史画梁山 梁山县制等众多史籍文献和影视作品中 都把梁山梅花拳列为梁山武术十大拳种的第一大拳派 和中国梅花拳的主要分支 梁山梅花拳在梁山现拥有一万一千余弟子 在全国和海外拥有一万六千余弟子 梁山梅拳届 梅两年发起举办一届中国梅花拳国际演武大会 即保护发展论坛 每届参会的海内外拳师和教授学者 均在千人以上 由梁山梅拳届筹1.2亿元新建的梁山武术院 即将动工 梁山梅拳届筹1.2亿元新建的梁山梅花拳